印尼星期三表示 印尼可能会成为除菲律宾以外 东南亚地区第二个在法律上挑战 中国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国家 印尼外交部发言人纳西尔星期四说 中国提出九段线主张 印尼提出了好几次要中国说明这一主张 但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印尼的立场很明确 我们不承认九段线 因为它不符合现行的国际法 在另一方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红磊星期四说 印尼对中国的南沙群岛没有领土要求 纳图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 中方也没有表示意义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